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M 歡迎來到我們Lincoln Talk 輕鬆聊聊的時間 我們現在不定時的Podcast 跟我們Lincoln團隊來聊聊 關於首個的新聞跟趨勢 那有什麼特定主題 或什麼時事想要跟我們分享 或是希望我們可以在線上聊的話 也可以視訊給我們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最近大家可能都會在 報章上是看到的GPSG的2023 這是我們常說的日內網 鐘表大賞 也是奧斯卡 鐘表記得奧斯卡 不是奧斯卡記得鐘表 的入圍名單 有15的Callegory 現在已經出爐了 然後還有最終的金紙珍 金紙珍獎 總共就是 金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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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16個獎項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 跟他來聊一聊說 大家對於這個入圍的名單 有沒有哪些是 呃 大家比較 impressive 大家比較特別印象 然後想要跟大家來聊聊看的 我們要不要 一個一個來聊一下 說哪些獎項 大家有特別的感觸 然後沒有感觸 覺得這個獎項 its bit boring 然後就我們就跳過 或是大家覺得有什麼 對這個獎項有什麼印象 或是特別想要 跟大家分享 美根的意見的 那我們今天有 線上有 Kirk Kwan跟Alec 大家來跟聊聊 每一個獎項 大家有什麼 那我們要先從 第一個來講的話 如果是說 Iconic好了 最佳 經典獎項 最佳經典獎項 應該就是經典吧 為什麼要加最佳 為什麼要加最佳 為什麼要高級 因為經典已經不是最佳了 要靠得獎的感覺 現在經典已經不是心中第一了 OK 我們Iconic經典獎項的話 大家有什麼比較 特別想要拿出來的 我們先從 我們順序 等一下先順序 就先從Kwan Alec跟Kirk Kirk放後面 因為他意見可能比較多一點 他講比較久了 意見比較久了 因為他比較有可能失言 所以我們先放到最後面 到最後我比較好剪 對 比較好卡 要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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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卡掉 對 我們兩邊就講完 OK 內容夠了之後 他等一下如果 卡 可以卡掉 我先跟你說 多說多錯吧 等一下就收到一堆 純正性喊了 對 好我們先 哈哈哈哈 好我們先從Kwan開始講好了 最佳經典 你有什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最佳經典喔 我先刪去法吧 Brylan不要 因為Brylan去年就一樣東西嘛 然後 AP其實就是皇家像素 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我覺得去年的比較 Jumbo比較漂亮 呃 Uris Not Done 我覺得不錯 那個太空船在 就是 終於進來這Iconic了 Tag Heuer 沒有興趣了 再來就是 今年的聲勢比較大 就IWC的這個Engineer 我覺得 SPEC的 Time 蛤 對啊 這個我手 我怎麼常看到這支錶啊 你常戴啊 你剛好也是黑色的耶 Iconic 最佳經典 以後你就跟人家說 我手上這支有入圍 入圍PHE2023年 奧 2023 對阿 中表屆的奧斯卡獎 中表屆的奧斯卡獎 你就來講中表屆的奧斯卡獎啊 真的蠻像的 關的也是黑色的 你的也是黑色的 對啊 我是黑色的 而且我的也是有文錄的 那個有文錄的Dial 長得一模一樣 根本一樣 不要謝謝我 你看我幫你選擇的多好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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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所以你現在是對哪一支啊 Yulis not down Yulis not down Yulis not down freak one 我覺得 你其實壓這一支會中就對了 對阿 要把Zenis 停下來啦 好 OK 那Alec咧 其實我對這六支都沒什麼 Fu欸 是啊 你們有沒有太負面人這些人 呵呵呵 那你先從你最沒Fu的那一支先講 你就 呵呵呵 要負面的話 你就講哪一支你覺得最沒Fu好了 其實我覺得IWC不應該拿 Engineer 來做Iconic 因為理論上來講 IWC最經典的東西 通常人家知道的都不會是Engineer 你知道這是2023年的喔 這不是2020年的耶 對 可是它也是Iconic Design啊 因為你看那個 AP的那一支Royal Oak 它那個就很像之前 這支就是它第一 它那個Dial Design就像之前 Arnold帶的很久以前 1990年就在帶的那個AP的Offshore 就是長這個樣子啊 嗯 它是把它的Iconic Design 把它再incorporate 把它變成 AP就是把它變成ceramic嘛 嗯 再改一些東西 但是IWC的Engineer 就不是Iconic 對我來講 我不覺得它是它裡面 最Iconic的一個model 可是你IWC裡面它的Iconic OK 你如果說 它Iconic 它就是要一定個年份 它才可以有這個資格 你看你不可能像去年 它用BigPi的 前年太BigPi了 你每年都要加BigPi的 跟Porscheese嘛 它這獎項 原本就是給特定的一些人 因為你一定要有足夠的年份 你才有辦法參加這個獎項嘛 所以這個獎項 是大家輪流拿獎 IWC今年花這麼多錢 你也在尊全力 你叫它在拿BigPi的 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嗎 它也是沒什麼東西拿出來了 就剩這一隻還沒出了 沒有它有很多東西耶 沒有它有很多東西耶 沒有啊我覺得 你的顧客還多 客了幾個 我錯了 0個 11 因為你是在窗外經過 我原本要走過去看一下的 原本要走進去看一下的 我覺得它可以選 Da Vinci 我還蠻喜歡Da Vinci的 OK 我們這樣講 你們講的誠意問題 那Brading只是把持續變小而已 這個 不是啊 NaviTimer 本來就是它最Iconic的一個Model 我問你 那你講另外一個BradingModel出來 最Iconic的 你講得出來嗎 他是Diver What is it called 你也講不出來啊 快一點你也要講Diver 他Diver這兩年賣得很好啊 Diver 最多人收上的就是這一次 就NaviTimer而已啊 他最有名 最Iconic就是NaviTimer 所以我覺得 Brading拿NaviTimer 一點問題都沒有啊 你AP拿ROAD OFFSHORE也沒有問題啊 Carrera也OK啊 I just don't know why 可能他賣太好了 他賣太好了 員工很多了 表很多了 OK 你現在來看Iconic的話 有多少品牌是 或者是錶款有資格 進Iconic 你看你過去選Zenis VC Tuder Tuder 已經跑了多少年 然後你再看Piaget 就大概就是這一些而已啊 還有哪一些 因為他只有這些人有資格啊 對啊 因為他已經就是他的門檻 就已經卡在那邊了 他現在有個年份 15年是不是 還是幾年 我忘記了 20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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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就沒有很多人 有這個資格了 真的是不簡單啊 阿力你覺得 你壓哪一支會中 這個 NaviTimer 這是你覺得最Iconic的 沒有我覺得他會中 我不覺得他是最Iconic 但我覺得他會中 因為NaviTimer 還沒贏過 對啊 就輪到他了這樣子 我覺得是啊 他不一定是 他不一定是 但是我覺得今年應該是他 他不一定是 點到石頭布的那種 看誰線這樣 大風吹啊 OK 我自己覺得今年是那個 IWC IWC喔 因為 因為 前前進階也如果 他明年他再進 他如果再進去Iconic 的話 人家會覺得他是個傻蛋 除非他明年又做了什麼 Complication 和Chronograph 可是照來講應該是不會 那其他的 你說Tag的話 他明年一定會有新 Querra 以他們的 生肢來說 那AP Bright一定會 會有新的東西 所以他們每年都有辦法 再進去Iconic 裡面 IWC還沒贏過 因為今年生肢還蠻大的 我是這麼覺得 我一直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 就輪流而已嘛 這就是一個輪流的獎項而已 這很像在做那個 你知道台灣那種 社團的會長 今年換你 明年換誰 後年換誰 反正大家做一輪 這個這樣問跨呢 弗仁社 弗仁社 青山會之類的 那個還是要選舉的耶 那個還是要選的耶 要選什麼 社長還是要選的啊 還是要投票啊 還是要投票啊 可以輪流 可以一直當嗎 不行吧 不可以啊 一個人當一次啊 我們聊這個 我是覺得FREAK他 你跳東西也跳出來吧 我剛才只是在問一下而已啊 連答案都不給一下 真的 沒有啊 這一個人做一年啊 做一次而已啊 對啊 終生就只能做一次喔 對 終生就做一次啊 Iconic也是一樣啊 就是大家來輪流做啊 所以今年 是他明年要換誰 只是我覺得今年是那個 Engineer 因為他之後他已經沒有再新的東西了 今年沒有他就要等好久 所以他幹今年他就是一定要中 我們要開個賭局來賭 看Iconic今年是誰 Kerl最喜歡賭 Takira跟Rum 我們可以來賭啊 I don't drink bank 你可以賭 你不一定要喝啊 又不是輸的人喝一瓶 是輸的人買一瓶 也是啊 來啊 好 但是 要壓是不是 We are Navitant We are Freak One 你輸定了 Freak One一天到晚出新的顏色 其實說實在 Ulysse拿定 他只有這個東西可以賣啊 現在到底就出到Freak 69了 Freak S Freak Freak S Freak S Freak S 給他一個機會 Freak S喔 我想要Freak S Freak S Freak S K 柯仔高興了一下 你怎麼說Freak S WA 那是你還能夠的 段段岁點的 靠北 所以我們IWC 還有什麼 Brightnin UNIX SATUN 那剩下就是什麼 剩下就是 AP 這樣選了 OK 那就這一個了 下我們換動到下一個獎項 是 或者下一個獎項 是 什麼 那賭注是什麼 賭注就是一瓶ROM 一瓶ROM 下一個我們 輸的人買 對啊輸的人買 什麼叫輸啊 什麼叫輸就是 對啊 最贏的啦 最贏的啦好不好 沒有最贏 最贏的 怎麼最贏啊 最贏的就是Keyman 最贏的就是Keyman 哪聽到FREE ASH 什麼有FREE ASH 我是FREE ASH 怎麼 怎麼 怎麼講 Where can I sign up 對啦 也是奧斯卡 什麼的 什麼的奧斯卡要講 那是PH 那這樣誰要買 沒有啦 你只有醉飲 醉飲好了 醉飲好了 對啊輸的三個SQUID 對啊輸的人出錢 對啊 沒有啦 沒有中的人就買 然後我們 年底EVENT的時候 就一次 一次來喝啊 反正最多就四支嘛 反正我們出去一個晚上四支也差不多 對啊 對 然後第四支一個就沒印象了 隨便秋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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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十月就喝完了 裝家通殺的感覺 十月不會重啊 十一月多才 才東部吧 十一月到十一月多 對 嗯 就是年底EVENT 就是年底啊 對啊 然後再到Dubai 然後再到Duric 所以沒那麼快 15號啊 對啊 年底的EVENT剛剛好啊 OK 我們WINNING是16到20的 對啊 所以就是如此 今年沒有台灣 好吧 那下一個卡丁 你想要講哪一個 小...小指...小指針 小指針 這個東西大家應該都很...先講吧 我們一樣重寬 小指針喔 這沒有越大的菜了 因為比較買得起啦 不要看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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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bling 我覺得Hobling Ho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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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bling吧 你是講不出什麼東西了 對不對 蛤 他講不出來 他講不出來就free ass就好了 你要我挑這個 free ass 我沒有感覺 sorry 但是... 沒有一個你有感覺 也是一個 可是Bill Canto 因為我看... 我看... 我看過... 我看過Curt的實表 我覺得Bill Canto是... 是不錯了 我滿喜歡下面 我覺得我在這邊只能這麼講而已 你滿喜歡下面怎麼樣 他喜歡我的下面啦 他喜歡我的下面啦 Cunt You don't have a cunt If you do you a woman 走背後 濕潤的 你應該不是... 你應該... 他是喜歡這一整圈的櫻黃嗎 看又是賢獅的狼趴 還是... 類似那種... 鳥的東西 對啊 你喜歡下面的... 鳥抬頭 嘴巴抬起來 還是嘴巴抬起來 還是嘴巴想不起來啊 先是狼趴 這可以撥嗎 這可以撥嗎 Po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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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看那瓜琴那些都講髒話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 Po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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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喜歡表看頭是喜歡下面它這隻鳥 他會叫啊 懶叫啊 他那個機構不錯喔 而且他是懶面的啊懶叫啊 懶面會叫的那個那一隻 對啊 懶面會叫那隻懶叫就是表看頭啊 哈哈哈 耶 好 那下一個那個Alex 你是問我有什麼想法是不是 對啊 你覺得這個小指針講的入圍名單 還是你對哪一隻特別有感覺 我也是懶叫吧 其實我蠻喜歡表看頭的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 我相信台灣有不少人有買 所以應該也有不少人看過實表 它是很厲害的 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這裡面真的你真的要我選一隻 除了表看頭以外其他我根本就連看都不會看他 嗯 OK Tuck呢 我覺得今天還蠻厲害的 平常跟你說 就是說 Octo的話是整個降降嘛 所以可以進去那個Petya Gray的系列 然後Ruilla這幾年其實 我覺得他合作真的還蠻成功的 找到一個對的CEO整個合作很成功 雖然我覺得他不好看 但是我覺得他所有合作裡面 這隻最難看 其實 我就知道你要講負面的東西 可是我不想要跟你做爭執 That's what you told me 是你說的 可是我為什麼負面啊 現在 這要和平一點 看 Christopher Ward有懶角 然後那個Louisa Ross下面有個Pussy 而且我 那Pussy沒他就是嘴巴張開 那就是Pussy 你有沒有看過那電影《鷹牙人》 It looks like It looks like 我知道你想要講鷹牙人 對啊 你看他那個嘴巴就是這樣 It's a pussy with tea Ready for BJ 沒 如果有人嘴巴張開是多牙齒 I'm not putting anything in there 這是小黃瓜進去的碎掉 It's a cheese grater 欸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 Mr.Lav的照片 拍這個照片 你真的要拿去槍殺的 這支錶應該沒有那麼醜 但是這照片真是人家 不是 他的錶在這個爛掉的地方 全部都拍出來了 這是誰用的錶帶 Oh my god 真的要拿去槍斃了 他這支 這個招片應該是連 沒有他這個連 他這個連那個都沒有欸 他連那個 不是啊 他連 Hotoshop都沒有 皮要換掉啊 對啊 你看這整個都已經磨成這樣子 他還放上去 Oh my god 沒有啦 這個皮帶是故意的啦 It's Sturgeon skin with rubber lining 一二 呵呵呵 是 所以 所以 所以是Fish Team 是魚皮 是魚皮 是魚皮耶 是魚皮耶 你要故意的 故意留下來的 真的假的 原來我是沒有姿勢水準的 你必須要讀 時間要讀 謝謝你為我告訴你, hashtag me 每月只有那一次是這樣子而已 不,因為它是 fish skin,那是為什麼 Jesus man,你是吃 sashimi 你不會處理好嗎?你會吃嗎? 看什麼魚啊? 那是不正確 有些魚小心 會有皮啊 那是什麼港菜 熏龍魚 台灣人所謂的熏龍魚 Poly線 這個都可以扯到 它可能裡面有魚蛋 It goes perfect with the pale continent 有什麼鳥 有皮 有懶叫 有嘴巴 Perfect 鷹牙人了 難怪是金 小指 金手指強 小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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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CW是蠻厲害的 可是 Heaven 2 是真的很有一套 對 我要講的就是這樣子 就只說人家很有一套 You don't say anything 然後我想說 I don't know how that's being positive I don't know how that's being positive That's like you don't know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他用Top Second 然後用九點鐘的方向 你知道有一這個 就是整個 馬表的Top Speed的時候 是在哪裡 我都覺得說 這是一個蠻 蠻有意思的做法 至少是沒有人是這樣子做過的 九點鐘的那個 你知道他是在運作了嗎 他原本就習慣是做那種快速的跳秒 所以我覺得 以他以前他過去的風格 然後再結合新的東西 雖然沒什麼變動 可是讓你知道說 他的整個馬表在運作 我覺得是一個蠻聰明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機構 巧思啊 對 至少我是這麼覺得 所以 我一直都覺得說 大部分的GPFG的評測 好像比較喜歡馬表 比起其他的問表的功能 所以 可能我覺得這兩個是有機會的 Chronograph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很多人喜歡的 比較熱門啊 對啊 好 那 大家這個要 我一直覺得 今年的小品牌 贏的機會比較少 你如果跟過去幾年比起來 你會覺得說 大部分 現在好像都變成是主流品牌 這也是 我覺得也是 大家結束之後 從新的一個Jewelry selection之後 好像大部分的 都是比較主流品牌 比起之前 人家記得阿聯 記得去年跟前年 其實蠻多都是微品牌的 去年很多 去年很多 很多Indian 去年還不少 OK Kamen 你要繼續 下一個Category 下一個Category 哪一個 計時馬表 Challenge OK 計時馬表 計時馬表 到底是你要哪一個 就是Challenge OK Challenge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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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jam 是 仍然是执泉 G 他當然不會贏的 他不會贏的 但是我覺得 覺得他被Nominate 是 我覺得蠻意外的 還是它因為它暴霉 它暴霉就在那邊 對啊 而且 它用海鷗的機器我覺得就蠻屌的 在技巧上面就是完全就是面盤 吸引人 也不貴 其實它的殼跟它的那個整個玻璃是很漂亮的 我沒有看過實表 因為我每次都買不到 我下次拿給你看 我有兩隻 我有西瓜跟那個 mint chocolate 它應該會上價喔如果 應該是不會得名啦 但是我覺得它被那麼累之後應該價錢 後面應該就不好賣 現在就不好買了 只是我覺得它入圍真的是一個超大的笑話 笑話 所以它根本沒有變啊 它只是把它改成那個 我覺得有的時候 每一年有跟不同的合作做出不同的巧思 真的是個厲害的地方 這樣子就可以重新再入圍了 就是麵盤改了一下而已 它就是麵盤字體而已 它就是麵盤字體而已 對啊 就把它改成那個 阿拉伯 大家對CORONO有什麼看法嗎 CORONO 那是一個壞蛋 買不到啊 買不到 怎麼會買不到 真的很難買 它真的超難買 我看它前幾天還買得到 你如果不在日本買的話 它那個時候 Nominate Nominate 那一天 我看的時候還可以訂 那之前 其他之前的我都買得到 I don't know 我覺得這個跟它普通的東西 真的差很多 跟之前啦 之前的CORONO 或者是它的CORONO的話 對啊 我覺得跑掉了 就沒有那個 你真的 你把那個LOGO拿掉 I wouldn't even know 我連想都不會想到是它 就整個掉線 就這樣而已 感覺就好像 感覺好像 他就拿得到9075 然後就 Let's make a GMT 然後就隨便弄一弄 就弄出一個GMT 它就不太看見 那BESELO是 off for some reason OK 所以 ALEC 這是你選的 你要 highlight出來的嗎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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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I'm just kidding 你說我要 highlight出來的是 我喜歡哪一隻 你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哪一個 其實我 我蠻喜歡 Raymond Wild 或者是Normals的Campus 這兩隻 我都覺得還蠻 我覺得Raymond Wild 那個Sectodile還蠻好看的 你有沒有很意外 Raymond Wild 會出現在這裡 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看到 是為什麼它會出現在這裡 I have no idea 因為它的價格 本來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是可是 在我印象中 它好像幾乎從來沒有參加過 沒有 它沒有參加過 可能它今年會有一些別的東西出來吧 因為其實它 They've gone quiet for 一兩年了吧 我可能更久喔 它以前還算蠻紅的 大概七八年前 十年前還蠻紅的 但我覺得這個Sectodile 我覺得很好看 I like it 跟Mercylla La比一下 沒有人啊 No I think 這一隻跟剛剛那隻 那個魚皮錶帶的那隻 比起來 這隻好看多了 我沒看過食品 感覺看起來 是更有depth 對啊 所以 我蠻想 蠻想看看這隻食品 然後 Club Tuck你咧 我對Challenge 今年的Challenge 我不是特別的 覺得它有挑戰什麼東西 有挑戰的話 我覺得這個 綠盤配灰色表帶還蠻漂亮的 I know you're being negative again I know you're being negative again 這個表帶 這個 Normal 會配顏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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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真的啊 Extraordinary staff 沒有錯 對啊 這表現沒有人配得比那麼好 對啊 真的不錯 這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這是我今年學到 我前幾年就學到了 其他人誰得 我覺得都差不多吧 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我看Ravenway跟Timeless 有出現 我是真的覺得還蠻 蠻訝異的 除了這以外 我倒不覺得說 我覺得這幾年的手錶 越來越貴之後 Callenge是真的會越來越難做 而且你現在又把Smart Watch 跟Hybrid Watch都拿掉 所以真的能有的 就只有這一些 在 可能大部分的 也並不是很想要進去吧 說真的 可能贏的 大概就是這三家其中一家吧 搞不好真的是Studio on the Dog 因為真的是一個挑戰 可是他也不算什麼挑戰 因為這支錶已經四年了 他以前還更便宜 我以前Kickstarter說是三百多四百而已 對啊 There's nothing challenge about it 這個價位做到這麼多受歡迎的那個 我還不知道 其他的比起來 創意是一個 challenge 對啦 他可能二十年之後放到Iconic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Iconic 如果他這二十年都會是可以這樣子的話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滿厲害的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他沒幾個月就可以想到新的水果的配色 你看之前有藍莓 然後又有草莓 又有 哈密瓜 又有那叫什麼東西 南瓜 一大堆 他算是滿會去想食物的一個配色 果然他爸爸有在台大台庫就不一樣 跟食物有關係嗎 他爸爸是做那個亞洲什麼農作品的什麼的 東西的一個開發員 跟地理開發 他爸媽 是個學者 研究食物的 他小時候在台灣 他有小時候在台灣跟 本內長大的 我真的喔 OK 那現在這個Studiounder到是台灣品牌了 下次要再來我們台灣表展 好激光喔 Yeah Just like how Jeremy Lin is all of a sudden 台灣人 幫我們打 對啊 幫國家隊打了 他幫國家隊打了 他幫國家隊打了 沒有 好像要喔 對啊 他可以幫中華隊打吧 那個誰 那個誰不是也是要那個 哈威爾不是也說要幫台灣國家對打 他先變成台灣女婿阿 就可以規劃了不是嗎 Well Didn't he rape someone here Perfect 應該是 Rap男的吧 That's a big big accusation 新聞都有講阿 他那個好像是在美國的時候做的事情吧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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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個男粉絲進去 都被rapped 沒有 Imagine how painful it is Being raped by Dwight Howard Fuck Dwight Howard是在監獄裡面 是不是 That must be painful 好 下一個 呃 我媽 那個 寬你剛剛有說到我們要不要女婊來講一下 好 我們講一下女婊好了 Ladies跟 你幫其他的女婊一起講 以你的建議 Ladies 複雜女婊 他剛剛還說女婊可以直接跳過 跟主寶 三個可以一起講 對啊 好 女婊你再講 女婊表 複雜女婊 複雜女婊 複雜關係女婊 complicated 這樣子 對 好女婊都講一下 你覺得哪幾支女婊你覺得最 有 特色 或你最想要提出來的 我其實蠻喜歡 Bearget的 這支 Heiden Treasures 我蠻喜歡他的那個Layout的感覺 就是 其實你遠遠看就感覺好像從 金塊沒挖出來一支標的感覺 我蠻喜歡他的呈現 基本上其實就是Enamo 還有一些 珠寶 Made by Charlotte Ho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蠻喜歡Bearget這支的 那這我覺得蠻漂亮的 我覺得蠻棒的 但是 如果你跟Juriel併在一起的話 Juriel就是Juriel 就是他就是珠寶呈現 但是這支PHA 我覺得他的巧適蠻棒的 相反很好 對 你不喜歡Gucci那一支喔 俄羅斯輪盤那個 我剛還以為是那個台灣品牌什麼 銀蕩詩人還是什麼的 銀蕩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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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幹就是珠寶啊 不然,What else do you want? 入珠 喔入珠和珠寶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喔不,Billy 你也可以入珠寶喔 幹他這個就看起來像入珠 入了十二顆在上面啊 這裡是Flying Toby 這個東西很像 你們家有沒有女兒 就是有時候你會買那個 變身 變身的玩具 Sailer Moon的那種啊 Sailer Moon的東西啊 你帶來這個就要說我要替月亮懲罰你啊 What the hell Sailer Moon啊 你在外面有女兒是不是啊 誰 誰 為什麼關會真的 你在外面有女兒是不是 他是弄別人的女兒啊 別人家的女兒啦 對啊 他是弄別人的女兒啊 你都這樣子罰妹的喔 我要替月亮懲罰你啊 我替你爸媽懲罰你啦 我替你爸媽懲罰你啦 我喜歡那一隻 對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Tobio 還是他其他的物件會變會動 他跟那個Albert Einstein的概念有點像 真的嗎 他能夠 only watch the Albert Einstein I do like it though OK 對不對 Kirk你覺得哪一隻 女表 女表 女表喔 說真的 我會覺得說 如果是女表啦 他已經分了這麼多系列的話 剛開始女表 最簡單的女表 我反而會覺得就是 不要把珠寶放在裡面 我會覺得說那個 X-REB的NAMATA 這個我倒覺得算比較有一個工藝的效果吧 他那個是SAPPHIRE CASE 我記得是 算是 一半一半 我看到有幾個螺絲在裡面 對因為幾乎很難是全部的 下面這一塊是 上下啦 上下 上下鐵的 我覺得他的Micro-Roger 沒有是下面 下面是鐵的 上面是一個蓋上 就要看到了 一個蓋上去的 他的Micro-Roger 我覺得更漂亮 對我覺得說 就整個前後跟機芯 都有一個固定的一個裝飾 我倒覺得說還算 做的還算蠻有心的 因為你如果就不要去管說 它是Complication 還是什麼樣的話 我倒覺得說 以一個就是女表來講的話 他算是OK 就不是靠那些珠寶 跟鑽子 如果複雜機芯的話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Anderson G6 可是我不覺得他真的是女表 對我剛才在想說 為什麼 BCHH 他這樣也算女表 可是 BCHH BCHH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以聽 雖然說畢竟他Size 雖然現在女生都戴大表 可是在一個比較傳統來講的話 他的圖是蠻好看的 可是整體上來講的話 可能Chopin 跟Dior Mata 我倒覺得算是比較有 複雜機型的感覺吧 雖然感覺是蠻 我覺得他錶殼的材質 比較多是用在 因為Pinkgo 比較常用在手鏈 手絲上面的 如果今天他做 Planting的 應該就切到南錶去了 應該是選材的問題 可能啦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也是有一部分是看 他們自己可以選擇他要放哪一個 所以並不是說 哪個才是合理的 但是反正是你自己想要 參加什麼就可以參加什麼 所以我倒覺得 是有點不太適合 然後珠寶方面的話 我是沒什麼研究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像 那個Wonder Woman的Buck 我倒覺得還蠻不錯的 Burgary的 這就是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想法說真的 畢竟不是在行的東西 大家對於女表都比較不在行一點 對啊 那我們看完 邝還不想講 對啊 女表不熟是不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他怕被大家講 好了 他來講 男表好了 對啊 再講一下男表好了 邝你要不要 講一下男表 你要不要男表一起講一講 好了 說男表 男表complication 對啊 先講男表 先講男表 連在一起是不是 你就連在一起講 你先講男表 然後你喜歡的男表 跟喜歡的複雜男表 我們就一起講 不然等一下你要說男女不共 男表我沒有感覺 但是 Complication Complication 我有兩個我覺得我蠻 這蠻搞的 真的啊 女表不想講 男表沒有感覺 You know There's no transgender watches Right Not yet 還沒有 對啊 搞不好有 會有 哪天在泰國辦 就可能有了 好啦RTA我覺得蠻不錯 因為RTA他們在表殼上面 他們的sulfide crystal 好像是有摻雜其他的金屬 去高壓 去壓出來 所以他做出很多種顏色 他之前他有做一個 好像是藍紅 漸層上下不一樣顏色 我覺得他們在表殼上面 這個sulfide crystal上面的工藝很棒 再來就是 Parmigiani這一支 通達 我一直都很喜歡他這一支表 他好像是快速 對吧 對 快速換 換石 是不是 這一個就要請客幫我解釋一下 這支是追真的 對 對 對嗎 那是很大的快速換石 你講那支是GMT 他的其實沒有 對 對對對 沒有看到 Minute OK 好 他現在蠻多的 Tonda蠻多都是做這種比較低調的 他的就是用 同一個布局 兩針的布局 然後你可以是 倒數計時 或是追真 或是GMT 他的都是藏在後面 然後看你是怎麼樣去做調整 我就覺得還蠻聰明的 一個設計方式 對 好 我的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這樣 對 可以幫我講話 Alex 其實我還蠻喜歡 AP的 Starwheel 那個 Code 1159 你就防那個 防B.O的那支 防B.O的那支 其實我以前不喜歡 Starwheel 可能最近看太多 慢慢覺得 其實還 It's not a 不差 的一個 complication Well it's not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不是一個 extraordinary 不是一個 extraordinary 的一個 complication 但我覺得 AP的這支 Code 1159的 Starwheel 真的還蠻好看的 黑狗跟Adventure Black hole 對啊 其他的Mans的話 Deptoon 我覺得還好 Complication 其實我個人是不愛太 太複雜的 太複雜的 complication 但是我一直都蠻喜歡 Povet的 所以我這裡面 我應該會喜歡 Povet 我AP的那支 我很討厭 Roy Oak 用的那個 concept的那個case 他的concept都喜歡用這種 怪怪的case I don't like it Polo還OK 比較未來感 對啊 他之前的concept都是用這種case But I do like Piaget的Polo Polo 我一直都蠻喜歡Polo的 而且我覺得綠面配綠表帶還不錯 I learned from Kirk 灰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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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 sick 灰表帶 其他我覺得還好 其他我真的覺得 其他我真的覺得 我 那個World Timer 我剛剛還以為是那個 Lanceman 2 欸 Mrs.Carrie Mandeliner 我沒有看到名字 Lanceman 2 也有進Complication 真的蠻像的 Mans 我覺得今年 讓我 覺得最厲害的是 Simon Brett 就是以一個 你也不能說他半度出家 畢竟他之前已經在MVNF做這麼多年 可是以在一個MVNF 只是做出來做拋弓的 自己跑出來做成這樣子的表 是真的蠻誇張的 雖然說他是學很多不同的造型 可是他每一個東西 都 就是 他每一個拋弓的手法跟鼓法都有方面去移 可是整個湊在一起的時候 正面真的有點似不像蠻怪的感覺 可是背面是真的很強 我不是在說表的背面是比正面漂亮 其實我是這樣講 背影殺手 對啊 他真的算是一個 剛出來做沒多久就可以做到這樣子 我是還蠻佩服他的 然後 Roxy Rachapi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 他就是永遠 只是看他贏幾個獎 現在是開始走比較簡單的路線 可是他的風格已經開始是蠻固定出來了 也算是走老式的英式懷錶的風格 我倒覺得還蠻厲害 其他的東西 Farternet 本部大概就是這樣 那Divetune AP跟 Piagio我覺得蠻厲害的 可是 他最基本的麥可摩特 我倒覺得說 可能現在就覺得沒有什麼台車 雖然還是 有每天可以配用的感覺 複雜的功能 Ranty Liner 是一向都OK 然後 Majerani的Farrier 我是蠻喜歡他這種造型的 其他的 我不太確定 我倒覺得這次RT也算是比較低看 跟其他的比起來 這隻石表不知道覺得怎麼樣 像 石表超強的 可是很大隻 很多東西就是很大隻 你可以看到他很立體 像CKL一樣 就叫大隻 可是他的立體感是很恐怖的 當然說除了殼的幫助之下 跟他的一個整個的層次 他是非常多的 有時候你不確定你在看什麼東西 可是就是 有時候拿在手上 很多小宇宙的感覺吧 看起來就還蠻爽的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這個這一次真的是 impressive 南表我們講完了 我們來講一下 剛才還有台車哪些 剛才有提到Tobion 我們來講Tobion好了 Tobion 換 Tobion 你不要美心了嗎 Tobion 我一直都非常喜歡他們的手錶的風格 那個簡潔 我覺得他一貫的作風 那HYT 終於看到HYT的手錶 在這上面 那HYT 我覺得就是一樣 就抑壓很屌這樣 Infinity Sapphires 很酷的 這隻很多層次啊 一層一層的 很像之前那個Trylob的感覺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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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一圈一圈 沒什麼Feel 打槍下一輪 Gambo還有嗎 Gambo還有嗎 下一P先進來好不好 下一P可能9點 永遠都沒什麼Feel 先點一個 布丁在哪 布丁在哪 OK 那匡要等9點 那阿里你先來好了 我不喜歡Tobion 所以我如果會 我會選那個 Law & Faire 因為他把他藏在後面 看起來沒有的感覺 對 I like it because there's no Tobion in the front 他把他藏在後面 你會想到講正面比 背面比正面好看的嗎 沒有我覺得正面比背面好看 正面比背面好看 正面比背面好看 因為他把他藏起來 我就不喜歡看他那一顆 我就不喜歡那一顆 Samondale 我也很喜歡Samondale 所以我覺得 這裡面我唯一會選的應該就只有Law & Faire 其他都還好 OK 阿卡咧 我覺得經典的Tobion 算 一個 蠻大的突破 跟前幾年比起來 因為 大家都會想到Tobion 就是用古法做的東西 他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記憶 可是你現在這樣看下去 六支裡面有四支其實是比較運動風 你說Bergari也算是比較運動風 HYT也是比較運動 那 Like you know Law & Faire 跟Patchianni 你就不用講 所以我覺得 以我在看Tobion 這個項目 我覺得他是一個突破 就是說 可能這幾年的Tobion 越來越做越多 不再是 真的要這麼細細的保護 那當然說 前四五年 大家都做兩顆三顆 四顆甚至到六顆的 今年就是簡簡單的一個 然後運動化 我倒覺得說 這是一個蠻好的方向 所以整體來說 嗯 我也不確定我會喜歡哪一支 可是如果真的 我可能也是選那個Law & Faire 會比較有可能 然後更HYT 可是就是我喜歡他的方向 就對了 嗯 OK 好 大家都 Tobion 這一輪 沒什麼feel 我們換下一輪好了 還有什麼 嗯 OK 剛剛有說 calendar 立法表 錶 這叫做立法表嗎 calendar and astronomy 日期表 日期表 立法 calendar 天體吧 應該是什麼天體 天體 是沒穿衣服 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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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像表 日立心像 OK 看這個 這個 這個 他應該也沒feel 他要等9點了 先點一個 就在旁邊倒9 對啊 錢不可以這樣亂花 什麼東西 選一個啊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Picklick Felipe Picklick 我不太會唸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唸對 這應該算是我覺得 因為我喜歡的表面 基本上就是乾乾淨淨的 簡潔 然後 雖然我不知道他的獨實方式 但是至少他在 這應該是月像 是Moonface 那一顆 在那裡啊 真的是月亮 就是月亮 月像 所以我喜歡他 直線的 Layout的感覺 這樣 其他 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歡 calendar 所以我覺得 calendar 很複雜 很多東西 太多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看哪一 看什麼 所以 我比較選 這個 Picklick 這兩支 真只是 感覺 長度差不多 差一點點 沒有差一點點而已 差一點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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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還是看得出來 哪一支是10 哪一支是FUN 通常會再差更多一點 對啊 Mainelry 剛剛有看到 太短的話 他就會 低於他那個 Moonface 那個圈圈 他應該是要切齊 那個Moonface 要切超過就對了 沒有 剛剛有切到他 我覺得是最漂亮的 到了 他就是不能擋到 Moonface 就一根插在那邊這樣子 可能不太好看 對 要嘛就是 over 要嘛就是 蓋過他 你不要 你不要一點點還 差一點點然後 沒遮住 又好像又遮不住的感覺 OK 這是你的Moonfac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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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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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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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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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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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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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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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這次現在賣的超好的 因為我那一天去JJLKU的Event 我就看到有兩個人帶了 I don't wanna be racist but I think 你在上面印中文字就很low耶 可是這次印中文字其實沒有這麼的 已經算還好的耶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他會有個大在那裡 哪裡有大 他那個初一 初三 初五 就是那個大月 大月 這是那個Panpatrior 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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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可以送長輩啊 長輩不是最愛看農民歷耶 I don't know 長輩應該看不清楚這上面的字 再送一個放大字 那也是快去 他可能要用iPad看時間 跟日期 因為我那天去遇到兩個外國人 問我說這什麼意思 外面這一圈 我根本也解釋不出來 冬至小寒 那個是季節吧 二是節氣啊 對啊就是那個冬 像這個我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冬至就吃湯圓啊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給農夫看的 他們要算什麼時候 天氣嘛 會下雨 對天氣 對啊 這個我知道 我上了 立春雨水這些東西 對啊 那我是不知道那個金水木那個東西 講還有金水木啊 有啊 中間喔 金木水活土這些東西啊 那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會放在日記裡面 會有用 那個 農民立有這個東西嗎 有啊有啊 它就是幾點到幾點是 什麼什麼 幾點啊 時間而已啊 可是那是外面吧 裡面的金木水活土 它就是 你今天是什麼生肖 你是數什麼的 所以這還可以算命 這是你的五行八字 這不是Propation calendar 這是Fortune talent calendar 這可以算命的掐紙 以後要不要算命吃了 買個Propation calendar 它下面還可以用的 它不是現在說 你在什麼時候出生的 然後什麼時候 還可以直接算出你的 這就是八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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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數什麼 然後你是數 數什麼五行的 然後你是幾點 什麼卯石出生啊 什麼 這一類的 If I have another kid I need this watch 我就知道他的八字了 你可能就是Google 對啊 Google比較快 買這個可能不好賣了 你現在問清楚以後 我覺得很酷耶 我自己覺得說 它以後每年都會出 我自己在猜測的 尤其它現在 至少我知道這一款賣得很好 其實你覺得它是有做它的功課的 它不是只是 把普通的就是 那個我們用的西元的日曆 把它換成一個中文字而已 它是真的有去study 中國人所用的那個日曆 然後再放 This is quite nice 其實不錯喔 對啊我覺得很用心耶 I'm sorry for what I said 這次真的蠻用心的 我覺得它整個華人市場應該都吃得到 因為不管 外國人 外國人會喜歡 我不覺得亞洲人 我大陸人會 這個大陸會吧 大陸人 大陸人會追反體制 對啊 台灣人應該不太會 台灣人應該不太會 台灣人不太帶紅色的 台灣不是藍就是綠了 現在沒有橘的 有啊還有橘啊 不是還有嗎 很少很少 I'm sorry 現在變淺藍色 沒關係我不怪你 你泰國人你不懂 OK 好我們下一個category好了 我們下一個category到 mechanical exception 這應該有fuel了吧 有啊 傑出機械 就夠強 這個就帥啊 好快你最難個有fuel 那個華臉的國具聯 博具聯應該是alex 那是變臉耶 我超愛那隻的 變臉 對這隻應該是alex 但我喜歡的 你帶這隻去海底撈 超超 like it's perfect 海底撈不是有那個變臉表演 對啊 這隻很漂亮 我覺得那是超漂亮的 我喜歡那個Hotman 對 就是它那個 它那個球是 它不是 對它是 它是 它好像不是 它旋轉好像不是一個規矩 它好像是這樣 有點像在亂跳的感覺 到時間它就跳 可以跳到這個時間 我覺得這隻 它是轉 一個立體的八字形 它不是直接一格轉而已 它會先 先快速的轉個八字形 它是比較多的dimension在轉 比較動態啦 比較動態啦 對 好 我們上次不是 對阿 上次的check-in 不是有一個大哥 帶一隻Hotless來 會接一個之後 蛤 沒有吧 有啊 有一個大哥帶一隻Hotless來 誰啊 沈大哥喔 那你有勸 喔 那個Cayman的最好的 他牛勸 他買的是 第一款 Olin 不是 這是柏林嗎 柏林嗎 你是Cayman's best friend 你是Cayman's best friend 你們 You guys are like three best buddies 他買的就真的是第一款 可是我不知道他買那隻 到底有什麼意思 我自己不懂 你們知道第一隻Olin 是怎麼樣子嗎 對很像 都有看過 有那個 他是值得顯示的 不是 第一隻Olin 是有點像玩具喔 然後他是有一顆球 可以在那邊滾來滾去 這很像小朋友在玩的玩具 Pinball的那一隻啊 他是沒辦法看時間的喔 是Pinball的那一隻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記得他不是有一隻Pinball的 好像叫什麼Playground 什麼東西的 我忘記他是一代二代 可是他 他是最早期的 不是Pinball Pinball是後來的 你說像那個什麼 Vegabone Vegabone 是嗎 Vegabone 不是他那一隻就是 只能當 當你玩具而已 那個啦 那個有一格一格一格的那個 那個Maze的那個啦 然後動來動去 然後到洞裡面去那個 對對對 欸那上次來的那個大哥 他帶的是Lainer吧 這一隻 就是這一隻啊 他有這一隻 他有兩隻 平衡的 他有一隻是直立的 對啊Lainer 他是在前 他那個是前一個老闆的 舊的作品 應該不是Lainer 我記得他的 他的不是Lainer 對 可是 Basic 他們現在換老闆之後 是有進步蠻多的啦 比起剛開始這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剛才是寬吧 欸 現在換 Alec 我去玩Louise Baton 就這個嗎 反對你有臉的 你也喜歡 那個阿翔的那個 變臉的 沒有啊 就像你說 年紀大了 就會喜歡比較小一點的東西 中年危機 對啊 中年危機 中年危機 是不是 跟年齊啊 跟年齊到了 開始慢慢囂起來了 對啊 好 那Kart呢 我自己也蠻喜歡 Alec 類似這種跳死的方法 我覺得還蠻 蠻不一樣的 尤其是他把整個布局拉得這麼遠 所以動力儲存方面 我覺得他在這裡還有做蠻多的巧思的 講到動力的轉變 其實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Champard莫名其妙的出了這一個 他的不是雙百輪喔 他是雙群眾系統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他兩邊都有Skyman 對 所以 照理來講也是一樣啦 可是他是比較不算是用物理的方式 來做一些 調教的方式 他是用兩個比較 機械感的方式 來做一個對時的 一個精準度 我是覺得還蠻厲害 兩個Skyman 做在同一個 然後 整個角度做得蠻對的 我前天 大前天 他就是表說 他真的還蠻感動的 還蠻厲害的 就整個 而且他整個 玻璃的一個整個反光 是真的會完全照在你 在Skyman上面看得超清楚的 比起來Model 5真的弱很多 CKL的 可因為畢竟他兩個 兩個還是比一個強 雙飛比 比一樓一風強 就是這樣 拜託他這支可以買20支 CKL吧 不只喔 20支你在說什麼 40支 欸 是 85,000 240萬 可以買30 不過 不過 他兩個百輪 他要怎麼 協同 同一個 Temple 又不像阿密斯蘭這樣子 阿密斯蘭會有 會有一個協調器 但是 他這樣子會不會有什麼 互相干擾 我沒有看到他有任何的協調 協調的 這個機構 那這後面 你看這兩個Skyman拉上去之後 這邊不是有一個 Differential的Clush Gear在這邊 然後 再拉上來的時候 他再用一個大的 Ballon Thrill 再重新在這邊抓 喔 所以協調器在這邊 所以他兩個 再進來在這裡 這一個地方 上面12點鐘的方向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他為了要讓大家看到這個機構 他用這邊是整個是透明的 你有看到這個是整個是Glass的 一個Bridge把它壓住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個結構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這一支是我目前 看到就最厲害了 我也蠻有信心覺得他會贏的 因為比起來的話 Rudy也的就差很多了 整個就落掉了 這比較不特別的 跟剛才那個比起來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你如果說是一個 比較傑出的 比較特別的東西的話 就我看他 他這個 特別性還蠻夠的 我沒有在說什麼 J.Cob & Cole 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因為已經很多年了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只是看一個感覺 OK 下一個 下一個 Chon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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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修嗎 Chon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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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個 一個做Porsche改裝車來做 他有抓到我的美感美學 因為他基本上就非常retro 就是 剛好我核印到他這1969年 那 他也是個背影殺手 對 然後 他把計時 他是60小時計時 他把計時全部放在大增上面 然後把分和十 全部放在下面 我覺得 布局很漂亮 他把計時變成重點 而不是說把時間變成重點 以一個計時玩表來講 然後他是把自重 沒錯 這樣 我是蠻喜歡他的 他的錶外殼的設計 對 其實就非常的 非常retro 那ALEC咧 ALEC你想要 我喜歡 DEPTUNE的那一支 為什麼 我喜歡這樣子 Layout的 Chronograph 他是那個 他那個叫 Central 他中間那個是 Central 那是Central Minute 還是 對嗎 還是Second 我喜歡Central Minute的 Chronograph 像 EZM 1.1 DAMASCO 那種Central Minute的 Chronograph 我本來就比較喜歡 這樣子的Chronograph 比起三圈 那種 我看的Grant Seiko in person Single Push 看起來比較 乾淨 簡簡單單的 對啊 我喜歡這樣子 算是裡面 他算 真的是做的比較優雅 一點的 OK 想不到你也是這麼的 優雅的一個人士 You can't judge a book by his cover 這麼的 delicate 對啊 好delicate 但你手上 不知道什麼感覺 這隻應該蠻大的 Kirk 這是你要選 你要選的嗎 對我比較喜歡 Pieterman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Depidium就是 就是 阿雷講的 沒錯是簡單 Single的東西 我還蠻喜歡 他的一個 理念 他要越做越簡單 越便宜 可是 他沒有做出那個便宜感 因為跟以前的 東西比起來 他其實是 把東西變成簡單化 我一直覺得說 把複雜東西變成簡單 是一個很有難度的東西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還蠻強的 可是 我還是覺得 Pieterman的比較有工藝 因為至少你還是看到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 馬表該看到的部分 然後 該拋光都有拋光 我倒覺得說在這一點上面 Pieterman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有質感 因為你如果說其他的 馬表沒有真的很特別的另一個方式來做 因為其實大部分還是 以整個機構來講 他還是一樣的 只是變外型來講的話 你說真的要讓他跑到一個 一個馬表系 我是覺得有點太牽強 所以 我是覺得這兩個 是 我比較有重的 感覺 其他的像什麼AP 太陽跟美人 就覺得 大家覺得沒有什麼feel 太太普通了 有比較牽強的故事 其實你說真的 Gran Seiko 你如果是 Hurry來講的話 他一定覺得 Gran Seiko 就是有他的方式 畢竟比之前的寶還是等等等等 然後Tag的話 其實他還是就是有他的故事性在 Skipper就是大家都是很愛的東西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 可是 就是 這就是一個 一個歷史傳承的角度來講 他還算是蠻厲害的 那我們跳到 快結尾了 Sports 應該是最後一個了吧 還有兩個 還有 還有 Mecanical Clock 我覺得 還有很多 Clinical Clock Sport 還有鐘 Sports可以不用講 Sports比較無聊 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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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過了 好下一個 Artistic OK Artistic 可以 Artistic 來 Kwan Mephew 我自己個人 Kwan喜歡就是Artistic 這個 如果你論工藝就是 表面表盤工藝的話 我是會蠻喜歡 Louise Monnette 我自己個人喜歡Anderson 誠心經理 蠻喜歡 鋪頭 然後 Wismanade 圍畫的細節 我覺得那畫得很漂亮 他這個老虎的細節蠻棒的 而且他近看 他這個 我以為那個Puzzle真的是平長全沒有,它是畫上去的 畫上去的 它那個立體感非常好 它還有那個沒有拼很完整的感覺 其實還沒有壓下去的感覺 對,它沒有壓緊 沒有壓平的感覺 有一種完美中的不完美 我知道 它是一個進階版的Promise of happiness 進階版 Puzzle最愛 不過我覺得Piaget的 它這是81片拼上去的 是拼的嗎?畫完再拼 是真的拼上去的嗎? 很漂亮 這真的很漂亮 所以它是故意拼成這樣子有一點層次的感覺 嗯 I like it 我是比較不懂這個東西的 可是這樣子是還蠻厲害的 對啊 好 因為你想想看它尺寸 40.7 而已 我14萬 OK 然後下一個 Alec 我已經講了 Louis Monet的這一隻 OK Kirk 不會 不會 是虎頭吧 他喜歡龜頭 他不喜歡虎頭 他不喜歡虎頭 他喜歡乳頭吧 I like funny shoulder 乳頭超簡單 就一顆黑黑的 在中間有什麼難 背頭比較難吧 應該怎麼 應該Anderson Geneva 我不覺得它會贏 可是 而且它的美感 可能不是西方人 這麼可以了解的 可是 我們大家都看過食品吧 你看到食品這裡 真的會覺得說 蠻多感動的 對不對 我自己知道說 那個 Shopneva的東西 食品通常會蠻糟糕的 Pierge 不一定 然後 Rudy Svart 真的是有點太 cheesy了 Maincliffe 通常我會蠻喜歡 Maincliffe的東西 今年我倒覺得說 它的東西 比往往常還弱了一些 就沒有一些 可能 真的比較 Craft的 一些感覺在 所以 可能 Rudy Main 或者是Anderson Geneva 大概就剩這兩隻 OK 下一個 對啦 最後一個了吧 我們不用講Diver 我們是有跳過Diver的 是不是 跳過 跳過了 跳過了 那不理他 那最後一個 算是 最近比較新的 實中的吧 實中的吧 實中喔 這個 我不太會唸這個名字 嘿嘿 這感覺很像是一隻 電話的那個 手機的一個 screensaver 對不對 手機保護殼啊 這很像殼啊 對啊 就很像這樣子 那Craft 十萬九千五百 CHF 這就是不一樣的玩具 他的東西 是還蠻特別的 就是以整個設計來說 他這是活塑年代的東西 我蠻喜歡的 你會不會淘寶真的買到這個殼啊 他如果淘寶真的買得到 可以這樣子跑的話 那我就真的去買 沒有 我說殼 我說只有殼而已 就是把他畫出來 他都會抗生 行動電源可能就有機會了 Course Movement hybrid 廖師傅可以做出來給你 hybrid 做行動電源 我並不覺得他做得很好看 其實 我還蠻 會覺得說那個Cold Cold 41的沒有進去還蠻可惜的 可是 Anyway Not for me to design 可是 那個漂亮很多 那個 對 感覺就 我就覺得手機螢幕保護程式 我可以做一樣的東西 我不這麼覺得 OK Sorry 管你說你最喜歡的一個 手機殼 手機殼 欸我們剛剛是講 3C 3C Accessory 是不是 他真的不太像 沒有我喜歡他 我忘記他是有個藝術家 他是建築師 對對對對對 我忘記那個建築師了 以前大學念過 然後你給了所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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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派對 你可以問我 我還蠻清楚他的背景 所以 Anyway OK 那個 下一個 Alec 我蠻喜歡那個 Unnamed Society 那個 那個跳蛋 這個 這個 看起來很像中秋節的烤肉架 去 BBQ 對啊 他是一個射門 那個 足球 他用的是 世界 Apparently 世界最 popular 就是 足球 來做一個地 我覺得做 很細心 很細心 而且我覺得放在桌上 看起來還蠻爽的 他有球嗎 還有可以 他外面那顆 我可以讓你烤肉 他基本上就是 他裡面 應該是蠻可以的作動 他長得也蠻像跳蛋的 這麼大一顆 小章魚 OK 你中秋 而且可以買 perfect 好 Kirk 我覺得這一個 蠻 適合清明解的 我剛才一直想說 他超像 葬禮上面 放那個 墓碑旁邊 花的 蓮花塔 蓮花 對啊 對啊 你看 長輩到底 都是送中的 真的是送中 答謝的時候 送中 剛剛好 你那個中間再放一張黑白照片 那是perfect 這真的是 他真的有研究我們的文化 你口真的還蠻失敗的 先看完八字 可以去死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 其他兩個 這兩個你覺得 算了 其實 特別的嗎 就覺得好像也還好 搞不好沒有比 沒有 沒有耶 我覺得 我覺得 老佩 去年的比較好 老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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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子 他只是變 不同的車款而已 不同的烤漆 去年的 Rankliff不錯 去年這個 Rankliff蠻厲害的 有一年的 這個也是廟裡面 擦香的 Rankliff蠻厲害的 擦香爐喔 香爐喔 香爐喔 Fankliff去年做香爐 今年做 那個 那個花 陪葬的花 Fankliff現在是中國品牌 是不是 在明年就墓碑了 我中國賣的蠻好的 我賣的蠻好的 農汪的 之前不是有一年的那個 那個 Rankliff蠻厲害的 UFO我覺得還蠻帥的 都比較厲害 這個厲害 那個厲害 我記得那個 那屌很多 算了 我覺得 你看就是今年的整個 GPH 感覺好像都弱很多了 今年蠻弱的 那個UFO比這個 每一個都強 這感覺 對啊 這個叫不倒翁 是不是 聞到 這才是跳蛋吧 這才像跳蛋吧 對 這才像蛋 但這不像跳蛋啊 不是 這不倒翁 會不會倒耶 這很大哥 這塞進去很痛耶 這像Dwight Howard 真人 真人 跟那個名氣一樣 日本語的名氣 這是Dwight Howard 他放那個臉在外面 可能Dwight Howard就是用這個啦 他自己本身也要用 他要用到這個賽才行 他要用到這個賽才行 我們都講完了嗎 還有 我們也沒講到 沒了沒了 沒了 還有最後一個大獎 大獎 就是 Watch of EAR Watch of EAR 這個 大家有什麼想法啊 Kamen 你有什麼 有哪隻特別喜歡的嗎 我覺得剛剛那個老虎的也不錯 Watch of EAR 或 可是感覺好像不會那麼簡單 就是 這應該會有一些背後的一些因素在 你最喜歡的 今年看來 你最喜歡的就是 老虎喔 不過你去年的脈絡好像 關了 我覺得GPSG好像會越複雜 越有得獎的機會 不一定喔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ZAPAC那隻還不 這隻 就是 克爾索那一隻 對 ZAPAC ZAPAC ZAPAC這一隻 叫什麼 雙 雙情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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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LEC咧 I 我不知道 你現在是要我選WASH OF THE YEAR 還是我最喜歡哪一隻 WASH OF THE YEAR 你覺得哪一個 對啊 就一樣啊 你覺得哪一個你最喜歡 我覺得很難選耶 因為其實 I'm not saying it's weak 只是說 沒有一個很突出的東西 讓我覺得說 This is the one 的感覺 今年啊 今年我沒有看到一隻覺得 哇就是這一隻了 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痾 重缺 你重缺 不是 那個 農民粒那一隻 不錯喔 That would probably be my one 農民粒 最貴的農 農 農家 農家日曆 農家萬年曆 農家萬年曆 真的是農家耶 真的是農家耶 哇靠 你看我現在也很會幫人家命名了 農家萬年曆 幹真的超屌的 最貴的農家萬年曆 了 Kirk咧 你覺得哪一隻 夏帕 這個喔 這個喔 你跟寬選同樣一個 對對對 我其實是他選我的 哈哈哈哈 對啦 都是啦 對啦 我選你的 今天之前他根本沒看過這支表 OK 我已經摸過了 我沒有摸過啊 嗯 光看直線就覺得 OK好啦 的確那一支其實蠻 應該實表 如果有看到 應該蠻不錯的 對啊 嗯 Overall看起來就是 其實陣容有點 我們自己最後的題目好了 如果你現在有到無限卡 你會想要買哪一支 無限卡 嗯 今年的 就是在GPS區裡面 對啊 今年的 就是 你覺得你都可以付得起了 這樣子 對就是你先 I get the 龍家萬年曆 龍家萬年曆 嗯 That would be the one 嗯 應該也是選 the pack the pack 因為那是他的表 不是我的表 我 我有朋友 我有兩個朋友已經買了 已經拿到了喔 拿到啦 就上禮拜六啊 柯正欸 我在想 老虎跟 萬年曆 農家萬年曆 我應該還是會選老虎吧 當然 當然 因為龍家萬年曆 是我的選擇 那我就 那我覺得 感覺起來 那我還是選老虎好了 就覺得 你知道是萬年曆 可是 你真的 你日常生活也不會用 你也不會覺得 看起來就是一個 你想要收藏的東西 那我寧願收起這個 收起這個虎頭 明天出一個蛇尾 明天出一個蛇尾 書頭蛇尾 對啊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 RTA 我覺得 如果 看過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 我也會想 你現在喜歡的東西 真的很搖欸 就中年危機啊 跟你一樣啊 靠北 We have changed 對啊 對啊 看越來越搖 我告訴你 很mine的東西 我們明年再來講Jury的時候 明年再來講Jury的時候 可以嗎 就可以講很多 你看這顆鑽子怎麼cut Flo-Round-Cut Trincess-Cut 多少 金光閃閃 Bling-Bling 對啊 什麼你都可以講了 這個沒 白龜你也講得出來 告白 你剛才說這個最 最沒有格調 你說最沒有格調是Landcliffe啊 這個不一樣 你要是實用派 今天真的是 Oh my god 他是實用 你要是真的可以拿來用的 Sony可以拿來用的 OK啊 我死的時候 你可以燒這個給我啦 Get ready 我用紙紮了可不可以 紙紮了 你要紙紮成這樣子 也很厲害也不便宜 超難的吧 紙紮應該還是便宜很多啦 可能200多塊吧 把這個download下來 我現在去找師傅先把我做了 對啊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來評論今年的GPH 去2023的入圍名單 就剛剛大家發揮了 發表了很多自己的意見 跟看了每一個Category的手錶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有什麼意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對哪一支Category裡面的手錶 有特別的想法 都可以在私訊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那今天一樣同樣謝謝大家 Lincoln大團隊來聊聊GPH的手錶 然後到時候 我覺得到時候得獎出來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誰 輸了 哪三個人會輸的run 然後年底的活動 年底的活動 我們再來跟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把 全輸好不好 我們就把那支酒 我們在年底活動一次把它喝掉這樣子 就四支酒啊 對啊 OK今天就謝謝Lincoln大團隊 然後我們今天的Podcast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